這沒什麼好用的AD還在外面了 這手確實也選不動女槍 你這手選女槍對線的能力來說 甚至是比寒冰更低的 你還不如選一手寒冰能打一個 六級或有跟射題的一個先手配合 兩邊的陣容確定下來 在EDG的明凱教練 主動發起了一個Bandway的一個改變以後 W也是做出了陰影的一個改變以後 選擇了一個巨魔 但是EDG這個陣容因為有 W很少的一二樓選出了一個巨魔以後 其實嚴格上來說他也沒有大坦克 是的 這一場的話 左邊陣容這樣選下來 他就有點完全P一個前期的進攻了 如果前期的進攻沒有做得特別完美的話 打到中後期可能會慢慢實力下降下來 是一個典型的節奏陣容 而W這邊的一個團戰面來說 雖然乍看之下他們會有一個 AP支出不夠高的一個問題 對吧 但我有巨魔 我先先制你一選坦克 也就是當我的傷害屬性偏向一邊的時候 沒有坦克英雄登場 代表這個 我們說PP上面比較不好的一個缺點 其實他會被縮小 是吧 第二點就是其實你真的很不肉 所以我這邊的一個英雄 就是打到後期其實你 前排的作戰能力 W是完全領先的 是 但這把跟之前不一樣的是 這把AD是一個寒冰 跟二斐流斯相比起來 這中後期的輸出能力 感覺差了一個檔次 是也沒有到那麼的誇張 對 就沒有像二斐流斯後面那個傷害 就是你看不懂 所以這一局 兩邊其實我覺得陣容上面 當然也要看Missing的射體玩的如何 對吧 以及ETG可能我覺得這把 還是會主攻一個中野往下走 因為我下路是一個 愛引導的一個老搭檔的一個組 是的 更何況你這邊一個寒冰沒有位移的ADC 配合上一個沒有保護你的 就是沒有一個滑板鞋保護的萬豪的話 那我覺得 W這把下路其實對線來說有為關鍵 如果這邊W下路被打成一個突破口的話 EDG這把前期節奏會拉得非常的快 確實這把W下路得很小心 因為對面這暗影島的下路組合 不管是流人還是對拼傷害都是很高的 是 那我們也同樣的看到兩邊中單的選擇 新的拉打加里奧MHC打也不陌生了 上路經典劍魔打鱷魚 一擊的時候 稍微換下去 都無所謂 摩根這時候回家都來得及 摩根你去擦了眼了 這個位置是因為你去擦眼 所以奧迪追的砍了一波 全軍出擊 這把對於兩邊來說應該都是 上路兩個人自己玩 然後打野基本都會保著下路來打 這邊也是看到 這個我們的上校的一個說法 前期王炸雙死心 節奏點分別給到的是兩邊的一個打野 陣容面上面來說更加的偏向了紅色方 兩邊都是選擇在上方開 這刷下去 下路確實很容易爆發人頭 你射體輔助對吧 另外一邊又是垂石加覆頭之毛 感覺這下路不打起來都不太可能 就看哪邊的下路跟打野配合得更好了 但是W這邊是捕捉到了盲生在籃開 因為前面鱷魚是竟然放了一個眼睛 有情報 瘋狂拼信號了 這邊讓馬老師過來野區再補一個眼 應該能再次看到盲生 是 但自己的位置有點危險 現在拉三一自己 那還可以 那還可以 如果有一個弱者退散的話 可能要叫盲生過來打一個技能了 是 我推到以後盲生有機會踢到的話 馬老師的血量還是會被壓得比較危險 馬老師帶了一個起封的秘巾 然後點了小兵去之氣 以及免費的一個鞋子 新界東西加一點冷卻 然後複系是直接選了巫術的一個靈光披風 這把沒有去選擇可能看到 之前鷹壁哥玩的那種治療 或者是狼頭的那個加里奧 就更多的是跑步開團 就主要是現在大家中單越來越發現 這個起封密技很好用 就有時候換個點燃換個虛弱 打到團戰都是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主要你打這種現霸型的新德拉 你確實中間如果去換一些保命型的召喚師技能 可以減少很大 自己沒閃現壓力很大的那段時期 對 而且反正加了這個英雄主要就是 靈光披風能點到就可以 複系點個靈光披風就夠了 我們可以看到悲傷路線是從下半區 往上路回刷 那下路寒冰加色體就得把線放回來 保證自己的血量不被躍 放回來三角桶桶桶給了一個眼 就對於W來說現在是一個 知道自己打野沒辦法靠下的一個時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 MISSING這二級就沒有像前面兩把的METAL一樣 早早地去換閃現 因為你對位一個手不算長的復仇之貓 其實對線還是很容易找到對方普高的時候 閃現硬打對方的閃現 一人一隻河蟹 上路還想配合著月塔 但是奧迪這邊很穩 把血量保持在一個非常健康的狀態 沒有想法了 反一下野 這樣的話傑傑在野區上的對抗來說有點小虧 讓悲傷反到了一組青蛙 而且這個三郎 看一下 要過來抓傑傑回來路上 這個草叢落傑傑進來可能會倒 是 哇傑傑也很靈性啊 靈性靈性靈性 意識到了應該是 一旦往那邊再走兩步 紅怒暈到的感覺就直接死了 這上路應該奧迪 這瘋狂了再跟隊友溝通 這大鱷魚已經不見很久了 兩邊起一開始 野區的一個博弈 當然悲傷那邊是小小領先吧 小小領先一組野怪 第二輪自己的野怪馬上刷自己要往下靠 後補過去破壞了一下對方野區裡面的一個 一個占卜花朵 占卜球果是被打掉 這個下路感覺 這一把沒想到這麼的穩 前兩局其實都是對拼得比較激烈 就是你看現場連換血都沒有 已經決勝局了嘛 大家都是 非常想穩 我先看一下兩邊有沒有這個下路的替補 一地區提了一個BBD 對吧 是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結束到一場 就是有 ADD BDD BDD BBD 對 全部都上場的一場比賽 最好連這個PDD都叫來 對吧 誒說實話這幾個ID真的非常的像 很容易搞混 你知道這網上已經有段子了 在寫那個 就是這些人的這個順口6 我估計管哥可以最快的挑戰一下這個順口6 這邊中路的對線馬老師對得非常的好 沒有被壓制特別多補刀 下路階等閃線擺 上一個虛弱 舊夢一個閃線 那應該賣一個了 賣一個補助 拿到 HOPE這邊拿到第一滴血 而且奧迪還想追巨魔一個注射頂一下 保護隊友撤退 那這樣的話劍魔的TP其實就有點浪費掉了 踢下來 但是可以順著打一條龍 當然鱷魚這時候也是回家 所以對於劍魔來說沒有虧限 但就是待會會有一個 DG的一個落後的一個TP差 打B這波還不想放掉龍嗎 背傷過來靠過來 舊夢也在遠處 想搶這波 想進去但是根本進不去啊 這回是被捷捷跟上了一個回音級 背傷交了一個閃線死後 這時候英雄這場下來 還想搶這波 硬進來小龍這邊 是把打野殺掉了之後 是但奧迪保住了龍 但這時候明顯是已經復活走過來 一個搶走列爐 直接遇到了兩個人 一個W競爭把奧迪打到一個死血 而在龍課裡面的HOPE 也沒有了閃線 沒有辦法離開 雖然龍掉了 但是殘局打B感覺是已經打贏了 海濱的一個減速減速到了Scout 但是打出了一個相位猛充的新的啦 這波還是可以拉開 那最後還好這個小龍殘血的時候 是被劍魔給拿到了 不然的話感覺DG這波就血虧了 是但你人頭上面打B其實是賺了 對吧 W這波其實是直接收穫了三顆人頭 這一波一開始我以為悲傷有點上頭 原來他一直在等待自己的中單家寮 給予自己大招 但是還是沒有等到最後 是感覺還是上了極了一點 但是也只能上了呀 可以看到這個小龍血量已經非常低了 不上的話小龍應該EDG直接拿到 並且正面是沒有眼可以給鱷魚TP的 這波馬老師的嘲諷太關鍵了 一般我們用一個四個字的成語形容這種畫面 叫做三花巨體 因為加里奧的嘲諷在OP界面下面的那個 控制體係是一個三個小閃電 是的 剛我看了一下小地圖喔 馬老師第一時間沒有給大的原因 應該是他要先拉開跟辛德拉的身位 要把英雄登打車起飛之前 就會直接被路者推散給打斷 直接就墜機了 對 那這波打了之後 感覺兩邊都可以接受 我覺得對WU來說應該是更賺一點 因為馬老師先拿到這兩個人頭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的火箭腰帶會更快的出出來 這樣的話他的推線權會更快的到達 他只要火箭腰帶一出來 他的支援速度會比現在會好的很多 而且加里奧本身打辛德拉 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容易扛辛德拉打線的英雄 然後又是一個優勢的話 辛德拉有可能會進入一個 看不住馬老師支援的一個局面 是的 而且待會配合上巨魔的野區入侵的話 也會非常的厲害 就可能對於盲森跟辛德拉 這樣的一個中野搭配來說 是比較不希望前面出現這種 我中野2v2接下來有可能 完全落後於你的一個局面 而且現在悲傷的一個發育 也是明顯的比起接來的更好 一個勾子是勾到了MISS MISS沒有閃現 一個紅拳續一下護盾 小小換了波血 EDG也不太敢上啊 不知道後面有沒有人 後面兩邊還真有人 對吧打野都在不遠處 對 軍魔看著下路突然這波線也可以走了 下波線是可以慢慢出來的 然後兩邊中單 Skot是交了一個TP 所以這波馬老師依舊是可以先推這波兵線 然後開始往上下步去溜走 一個勾子又勾到了 這波好像有點招中了 一個紅拳自己是一絲血拔了一下毛 最後是一個拔毛收掉了MISSING 是的 雖然MISSING第一時間打出自己的一個相位猛衝 往後拉一個位置 但HOP也是直接往前跟上 這兩個勾子有點力大功了 因為這一把EDG的下路其實挺劣勢的 遠方救夢給了一箭 打到了錘石 但這個魔法水晶的傷害差一點點 如果錘石也要再低一點的話 有可能直接被大招的一個魔法傷害給帶走 回家馬老師已經把自己的火箭要帶給補出來 但是EDG是先手動這個峽谷先鋒 但是血量 但是MISSING是先過來的 MISSING只有一個五級 W還是優勢的 過的第一波推掉了 先逼一個閃線 閃線被逼出來 另外一邊奧迪是直接砍摩根 摩根剩下半條血 但他是一個鱷魚 血量其實是騙人的 但傑傑搶到了這個峽谷先鋒 使得被人可以撿 沒有兄弟敢撿好像 四個人卡在這個位置 每一口也來了 大招 HOP也正在趕 推到兩個 傑傑跟上一波Q2 拿下人頭 加里奧翔走 直接被大招給推斷了 加里奧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續了一個渡攏護盾 在操縱到 隊友已經是選擇 把馬老師給賣掉 這是一個帶賞金 450塊錢的一個賞金 給到了Scott 那兩邊都變成了一個 打目標 但最後自己陣型破壞 以後反手被對方打擊殺的一個 一波是龍團 一邊是峽谷先鋒團 是的 那這波團打完的話 EDG 又是把優勢拿到了自己的手上 是的 主要搶到這個峽谷先鋒很關鍵 中路還直接招出來讓Scott吃肚成 但是 Missing一個海克之散 留住了Mako 兩拳下來 再一個轟拳 沒有人能跟傷害 沒有人能跟 沒有人能跟 Mako這波也是判斷了 Missing一個人 輔助射體的一個傷害不夠 閃線還是扣得比較死 是的 馬老師趕緊叫一個傳送過來中路補線 W1可能也是覺得一開始已經B掉了球女的一個閃線 以後這波峽谷先鋒團比較容易處理 有點低估到Scott後續的一個作戰的一個可能 因為他一直沒有放大 是 而且剛剛那一波小團戰其實W1也挺尷尬的 Missing這邊輔助沒有到達六級 如果有大招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這邊小龍刷新 W1先五個人集結在這個位置開小龍 一滴級的建模現在還在中路趕過來 應該是來不及了 看一下傑傑能不能搶一個魔法水晶劍 過來想爆 但是好像盲森第一時間拉開了 這個位置 反手 爆了 W1進來也轟得比較一般 Missing已經被迫要退場 這時候救夢被套了一個虛弱傷害 沒有打得特別高以後 一滴級的支援已經跟上盲森過來 逼出對方的一個閃線 另外一邊奧迪是直接E上了岸 想追Morgan 但是W1已經退到了一個塔下 一滴級這一波應該是不會忙著來 但是兵線進來 又可以是打W1下路的一個渡城 雙方換了一波技能 是把W4個閃線給逼出來的這波團 雖然小龍沒有拿到 但還是賺的 感覺剛剛Missing開的那一波 有點被化解掉了 是的 他閃線過去E是沒有暈住人 導致了 就傑傑是交出了閃線的 這波是傑傑一個人換了4個人的閃線 就兩邊都是要拼反應的 那這樣的話 W1這波龍拿了 但很傷啊 因為下路的渡城 應該是直接被吃了兩到三層 吃了三層 就經濟上面來說 肯定是ED要更賺一點 但W1是把自己的小龍給穩穩的拿下 也可以接受吧 對W1來說 對 就看這沒有閃線的五分鐘裡 會不會跟ED打起來 為什麼我覺得這段時間 要是打起來的話 感覺挺難操作的 左右護奶之術是吧 我覺得你們今天決勝局的時候 兩邊都在那邊 就是我覺得不能接受的時候 你們都一直說 對面應該可以接受 我覺得不能 好不好 就是 這波打V1是 這個龍拿了 就你說第一條的小龍 尤其是單屬性這種 不管是什麼龍 哪怕最有價值的水龍 我覺得這個價值都 比起實打實的 將近六七百塊的經濟來說 這都是不賺的 這邊Mako又是要想過來找麻煩 後面跟著是傑傑 海克斯閃 要下來嗎 這趕下來嗎 直接爆了一個 scout scout 剛剛被鞭掉了 但後面救夢也是被起火 我們救夢也是被劍魔貼到臉上給秒掉了 但劍魔這個位置上是有閃現的 但被逼到了一個不太好走的位置 劍魔滑下去 但下面有三個人 一個衝拳過來 再接上一個嘲諷 被嘲諷住了 怎麼A不出來 最後是被T恤罵貼臉拿下這個人頭 阿將的話 這一波是 missing 一高人膽大的一個海克斯閃下去 強行把沒有閃的時候直接給秒掉 一局就選擇不接這個團戰 雙人組是直接拉開 而一局再喪失了自己的一個上野 奧地最後也是選擇把自己的閃現給留著 但是這段時間 HOP其實吃了很多的肚層 就下路剛剛吃完一波 這波中路 又把中路的肚層又吃了一波 又把中路的肚層又吃了一波 這波海克斯閃現 主要自己加中單是一個加里奧 可以配合進場 對 並且斯康德這一波是沒有閃現的 被逼到小角落裡也根本出不來 這波雖然說是把沒有閃現的舊夢給切死 但是 EDG也是損失了自己兩名成員之後 奧迪最後也是被四個人圍毆致死 這波雖然剛剛馬老師最後是被 傑傑給踢了出來 但是其實傑傑已經吃到了那個嘲諷 傑傑也沒有拉退掉 如果這波其實EDG 第一時間其實不敢救的原因就是因為 射題下來每個人都在想辦法 不要被他一次陰到多人打出暈眩 不能被陰到兩個 英雄登場那個區域對吧 就直接把EDG反打的一個附件 直接給卡掉了 兩邊團戰互有勝負 來看一下總結的鍍城收入 可以看到在Hob身上是 一個EDG就直接吃了480塊的一個鍍城錢 就將近自己隊伍的鍍城收入的一半 基本都是跟Meko兩個人一起吃的 遊戲已經到了15分鐘 那這一把應該是三把裡面15分鐘 WEE就最有希望的一把 就雙方軍事 而且前面我也說了 EDG這個陣容是一個前期節奏陣容吧 就這種優勢 對EDG來說其實是不能接受的 但WEE說實話他們這陣容 後期寒冰跟鱷魚的曲線其實也就一般 主要辛德拉的後期其實曲線也不像 我覺得沒有優勢的妖技來的那麼的差 這也是一個點 雙方感覺就看後面幾波小龍團的 團戰出力了 海克斯閃現又來了 魔法水晶劍接上 有一個燈籠 接回來之後又被爆到了 加料的大招也跟下來 精神的HOPE能不能跑掉被嘲諷到 所有人都在對他進行圍毆 HOPE最後還是在沒有閃現的情況下被收掉了 還是被收掉了 WEE在中路發起一波不錯的一個配合 打出一個人頭 但是自己的大招交的比較多 而EDG這邊其實的大招都還在 所以WEE想要直接拆這個血量很健康的外塔 感覺難度還是比較高已經先行拉退 而另外一邊 Scott在沒有TP的情況下 其實是並沒有來中路支援 送了一波兵線到WEE的一個下落 而且馬老師還想開 這波有閃現可以閃現嘲諷 看一下能吵到幾個 沒有上 這波位置比較靠後 怕隊友跟不上 WEE這波其實比較大的一個戰略意圖 還是想要逼這個防禦塔的一個狀態 而且可以順勢來控制這條小龍 直接開 等級野普爾是直接往上面去走廊 換一個先鋒 是的 這樣的話一人一個團隊支援 WEE率先的控掉了這條龍 那如果後續的水龍有機會再拉一條的話 可以說那個瘋龍就是一個小龍 對吧 因為第二條的龍就 價值就顯現出來了 所以水龍魂如果被WEE拿到這把的 團戰拉層面上就有非常多的空間 是的 這一把的水龍龍魂對於兩邊的這個 這種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對於 失去熔魂的那一方都有點致命 對 因為兩邊的傷害面來說都不能說特別高的一個典型陣容 下路這邊看到巨魔在旁邊 也不太敢防守這個外塔 下谷前鋒拿到 EDG也沒有急著放 因為WEE中路的外塔血量是已經很低了 對他們來說如果只單單的放這個下谷前鋒 拆中路外塔其實是不夠的 最好是可以往中路的內塔去掩護撞 是的 剛這個經濟面板我們可以看到 EDG這邊在ADC的經濟上還是比較領先的 畢竟吃了很多的肚臣嘛 而WEE這邊的經濟主要分配在馬老師這邊 我覺得 WEE這個陣容現在好打好打在哪裡 主要是他們擁有他們的開團先手權 就EDG如果想開WEE其實比較難先手 要開的話主要還是看WEE這邊想不想打 這時間其實WEE的這四兄弟兄貴陣容其實很肉 你要勾到一個寒冰其實難度是比較高的 對於Mako來說 而且你勾到之後 這幾個人其實上中野對方都是可以反開你的 是 就你勾到一個人之後加了一個大招 你這波團到底還接不接了對不對 就很難打 Mako也是很早的就把干鍋給做得出來 因為對面射手位是一個寒冰 點空現在WEE是少了 如果是Mako可以覆蓋到的一個範圍 其實就比較難用寒冰直接打出那個 剛剛那一種開團 對剛剛那種中部正面直接直接先手瞄理一種的開團方法 要開的話現在只能開一下垂石 但垂石的話又有後部正面能保護 本場的OP選手給到的是馬老師 參差率現在是100% DG的這個下路前鋒一直沒有用 一直在找機會 但是現在邊界感覺不是特別的好受 辛德拉現在不太敢守上路殘血的防禦塔 想來下路弄一下摩根 上路棄手來你下路 但摩根的反應也很快 也是第一時間就拉退 雙方互換做1塔 這把的退打出路其實也很慢了 是的 那雙方這個峽谷先鋒 看一下中路這個防禦塔 感覺點個三四下就直接掉了 但是W... 後面的悲傷好像想開 這邊先留一下 留一下HOPE 燈籠被撿到 還好有水銀系帶解了一下 最終好險還是把這個燈籠給撿了出來 把自己的閃線給留住 剛剛這個燈籠撿得有點厲害了 因為那個燈籠是在柱子裡面 有點難撿 最終還是點得到 主要是水銀系帶第一時間也是把 對面的控制給解掉 但這個中塔 因為這家ADC狀態不是很好 而且左邊馬老師在B位置 吃了辛德拉一個大招 先開起一個護盾往後拉扯 馬老師有點肥啊 吃了辛德拉那個能量親切 但是血量其實是很健康的 當然剛剛Skot也是沒有先行的一個擊球 那這樣的話打W這波其實 隆身之前 守住了自己的中路外塔 反而把DG的外塔起來 也逼到平起平坐了 而且這個位置已經被WA站住了 不是很好過來布視野 一個作者推三沒有推到人 勾到的是一個馬老師 沒有敢進但進場 馬老師一個大招先衝進來 保護一下隊友 你必須選擇先往後拉扯一下 作者推三推到兩個人 馬老師閃現進來朝到了兩個人 不過HOPE沒有人管一直在跳 看一下後續的時候 看到密西是一個人過去 特別進場碰住了三個人 哇這個救夢的一個輸出 好像沒有人在理 豬巴自己的一個致命節奏 正面的團戰在馬老師 以及密西兩個人 雙重進場一個接力開團的一個控制給到以後 打W順利的打贏了這波團戰 打W這波應該是要直接去動這個大龍了 是的 這樣也不用去鋪墊一分鐘後的這條水龍 正面的一個團戰現在是一個五打二的一個局面 Scout現在大招應該是已經冷卻好了 建模也有大面 這波一季局能完成一個不可能的團戰嗎 但是這一波真的非常的困難啊 W的所有人除了輔助狀態都非常的好 先看一下Scout應該要在 並且荷宇散先的 馬老師這邊還有一個精神的 奧迪可能會上當 這邊要衝進去了 荷宇散又散了 大招直接給的是一個加里奧 但是 誒 這麼成功的利用大龍 上來把Morgan給殺掉 但是巨魔是保住了一個大龍 後續韓冰已經把自己的一個Q技能給疊滿 開始拉扯自己的空間有閃現 救命 救命還有一個閃現要不要閃走 但是對手的一個支援復活出來以後 卷得閃手直接點爆裂球果 這樣的話打W是 震亡掉自己的上單的Morgan 但是成功的把大龍給拿到了 那這個結果來說的話還是賺的 Morgan其實第一時間有閃現 感覺可以試一下表這個信德拉 或許閃現差一點點 但其實留了個閃 大龍反正都拿到了 這一波要看一下 EDG能不能 直接把這條小龍秒掉 小龍應該是可以拿到 小龍應該是可以拿到 鱷魚是有TP的 鱷魚 鱷魚沒有踢 現在才踢 那這條龍應該是要先被拿掉 一箭射到了一個 巨魔搶到了這條水龍 而且正面也留住了Mako Mako好像有點難跑一個 弱者退散先 推走兩個人 保護一下自己家輔助 姐姐也是摸一個眼先跑一下 這波一箭 但是暈眩應該是不能阻止 乘箭的 是 所以這應該是沒有乘贏 但這一波把EDG的所有人 打退之後可以繼續來 對中路進行一個壓制 這個塔 應該是可以推掉的 主要是說這條龍 其實對於EDG來說是 至少它 他們大龍掉了 可能至少要被拉一個 再拉一個2到3千的一個 大龍的一個power play 但是至少不要讓龍魂 過早的被W1停牌 但是最慘的局面對於EDG來說 發生了就是 我這條 時間差的一個水龍還沒打掉 還被W1給搶走了 這對EDG來說就很傷很傷 是 那這第五條小龍 就不得不接了 好在是這波是全員撤退成功啊 如果再死這一兩個人 可能就直接崩盤了 如果高低是一個保底 對吧 如果剛剛那波團戰是被W1追擊成功的話 Scout的一個落者推散很關鍵 掩護了Mako做一個撤退 就感覺現在EDG這個節奏的 有點起不來 W1已經是在 上校的眼裡面擁有了 八二開的一個局面了 而且MISSING的這個射題是給到 就是 上校給到了一個很高的一個 數據上面的一個 大數據上面的一個支持 我認為勝率的貢獻是將近百分之二十 主要W1這個上中野 EDG雙C處理起來太慢了 這上中野三胸櫃太肉了呀 對 就是 就是已經 就是一個字肉 對吧 對 一定是這邊的一個持續輸出 除非這些胸櫃站在一起給劍魔打 持續輸出 但是說實話 現在這個時間點 劍魔站在三坨肉裡面打 自己死的會更快 一個大招 先背回來 再一個一扯一下 旁邊是有一個太大W的 加里奧 嘲諷到時候接一個衝拳 是收掉了這個劍魔的人頭 九夢很漂亮的遠程一鍵的一個資源 讓最後 奧迪有閃 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的操作空間 剛剛有乾過的一個Meko也離奧迪非常的遠 W1成功的在 上路平線進來之前抓掉了上單 但是大龍的一個持續時間已經是過了 這波應該也就 看上路的內塔能不能耗一耗 這波應該是還想再拆一會 不太好拆掉 辛德拉過來這波 沒有大龍Buff 爭議的一個小兵還是很容易會被 球女給清掉 這個寒冰選出來啊 其實是讓一一機這邊 C位和輔助出裝都是受到了一些影響 AD多出了一個水銀攜帶 然後輔助多出了一個乾鍋 但只感覺這個水銀攜帶 可以不用出 因為輔助已經出了一個乾鍋 其實有點浪費了錢 對吧 但說實話 事後諸葛亮一步好吧 沒有這個水銀攜帶 中共都不死了 就撿不到燈籠 也是 這其實就看 怎麼去做一個選擇吧 但是我覺得確實 前面HOP認為自己 因為HOP的 我覺得在AD的一個項位裡 的一個項性來說 它其實是一個偏向 我覺得 保守屬性上面會拉的 比例多一點 就是那個六角形 就是生存那裡拉滿 對 它對於生存的一個 是比較多的 那前面又是自己 鍍城的領先 它自己一定也知道 對吧 因為這 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吃了多少層的鍍城 然後它前面去出了一個水銀賽 但可能沒有想到 中期的時候 被W1接連的打出幾波 尤其是W1主動的發起攻擊 這是這把BO3 我覺得這遊戲的中期 W1最大的改變 就是 你從前面W1第二局的翻盤 它其實很多是被動 尤其是EDG先送了我兩波以後 我才開始 優勢局 但是W1這是自己在中路 靠著寒冰跟 加里奧還有射體的一個三重控制的配合 去打出的一個反攻 就幾波都是 舊木這邊寒冰的一箭 發起了一波總攻 然後輔助和家寮一起衝進去打 小龍還有一分鐘刷 兩邊都得過來 把小龍區的世界給佈置一下了 這波團戰啊 感覺EDG非常的難接 想個辦法 但HOP的 巨風已經出來了 咋對面這個三前排陣容 比較舒服一點 現在的問題就是 他一個閃能不能抵過 對面一堆人會湧上來 是的 那對面會飛的英雄 其實還是有的 一個會跳 一個會飛 而且其實到了 28分鐘這個時間節點啊 卡里斯塔這個裝備 其實傷害已經很低了 就可能還不到刮殺的程度 但確實這個裝備 不是特別的夠看 主要就是 來了 大家聊著大招也順勢落下 炸起來 兩個人直接被秒掉 雙C 倒下的EDG好像有點難以逃脫 輔助也被收掉 最後剩下一個奧迪和潔潔 Nissing的一個王板落後 落的位置太漂亮了 配上了英雄登場以後 你感覺到EG的一個服也 完全沒有機會去救一個 受困的一個雙C 奧迪也完全沒有進場的一個空間 打W1 我線比較遠 高地是不會掉 小龍肯定是沒有 你確定這是好在嗎 這 我覺得 過分了呀 想笑就笑吧 沒有沒有 雖然沒戴口罩 但是現在沒有鏡頭呀 這這一波打W1已經是 我覺得 你勝利非常非常的成績 客觀一點說是吧 是 我知道你在想辦法早一點 反駁我的 但是你看了一下畫面 好像又找不到 其實EG這波也沒有關係吧 就還能再打一打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在大龍這邊打一下 說說說 這波射擊爆 Nissing大招 配合這個嘉寮大招 配合得太好了 就是 他 這個萬豪大招結束之後 嘉寮大招就直接下來了 就其實 EG的雙C動都沒有動 他把雙C爆到了一起 這OE被 吃滿就直接倒了 兩邊 就EG的雙C 而且馬老師後面 也是交閃現在控到了 想要撤退的MACO的一個垂石 那這樣的話 WB只要稍微在大龍這邊佈置一下工作 我會覺得EG現在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傷害原本就有點不足 然後對面現在是有水龍 現在 你看 最過分的是 誒這劍還中了 在一個閃現大道 燈龍被背走了 能不能點到 好像點不了了 天將正夜 哇奧迪又是被 遠方 救夢的一劍 給接連的控制 包含了 MISSING過來的一個 探尾關子 把他給暴離燈龍 姊姊已經準備好搶龍了 是 這個是一個搶龍位了 我等待了很久 姊姊這一波能不能搶到 就看姊姊這一波能不能 給EG續一波命了 但是有人來找他了 但是MISSING而且照到了 看到了 躲掉了一個E 但這個龍的血量明顯不夠啊 不能下去 姊姊這一波天音波是不行 現在和隊友集合一下 是 又一個QQ到了 看到血量還有一半 但是MISSING 但是W沒有給機會 家裡要把這個位置封鎖住 伊利基的時候 人不能再過來了 被趕走了呀 雖然姊姊很早的 就落位在大龍的一個附近 但是 最終還是被細心 小心翼翼的 迷行給找到了一個 他提前 蹲點的一個位置 最終沒有機會去 大龍客裡面拼一手 搶龍的夢想 讓他牌的緊頭 W也是想一鼓作氣 並沒有拿掉大龍以後 回家Shopping一下 直接正面把內塔給推掉 以後要來 攻克EDG的一個高地 直接衝高地 這波小兵有點太多了 EDG很難清 位置都非常的靠後 沒人趕上去新兵線 忙生Q到了一個巨模 不敢上啊 這一路直接讓掉 海克斯閃線上來的MISSING 也只是在這邊 保護一下隊友 直接轉到中路 中路是一個鱷魚在帶兵線 這兩路都讓掉的情況 那下路好像也不保啊 下路的兵線 確實比較遠 W現在應該可以很輕鬆的 把兩路給拿到 依據並沒有找到 一個先手的機會 看一下要不要狠一點 直接一波 翔寶一波 這波明顯地在保持自己的一個炮車 三輛炮車 四輛炮車 炮車有點太多了 這波親不過來 直接背 背了一個誰 看一下正面秒掉了 傑傑直接被 NISSING給抱進來以後 後面MAKO被掏了一個虛弱 怎麼虛弱 都直接掏輔助了嗎 舟蒙斯先沒有點人 先把右邊的門牙塔給點掉 奧迪開了一個大面 劍門往前頂了一波 但好像阻止不了 W1這個大軍壓盡 這首英雄登場 落在了EDG的基地水晶旁邊 基地爆炸 我們恭喜WE 成功地完成了一個 讓一最後 拿下了夏季賽的開門紅 恭喜WE 同時 這也是第四個賽季 EDG在常規賽裡面 落敗給了WE 是的 WE這首勝利破紀錄了 這節目戰 終於贏了一把 就是我們賽前有聊到嘛 就是說 確實打B也有點奇怪 也不是說打B 不是這個聽起來 我在罵打B 打B這個隊伍的 過去幾個賽季有點神奇 如果打B粉絲一定很了解 就是可能會有一段連敗 然後終止連敗的那個隊伍 那個對手 很長的時候是今天 他們節目戰的一個對手 這有魔咒是吧 對 就是EDG有些時候 就是在打B需要的時候 就落敗給了他們 然後打B好像有找回的狀態 當然 EDG這幾個賽季的成績 其實是跟打B一直 都是可能 可能還是比打B有好一些 對 對 好一點 就說今天你話回回來 就說你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EDG第一把 跟後面兩把 尤其到了第三把的時候 他們拿了一個 需要前充氣節奏的一個陣容 其實也沒有在打B身上 逃到皮 對 還是陣容選出來 沒打出這個陣容想要的效果 不過你剛剛那句話 什麼意思啊 暗示我小店充電寶是吧 沒有 我沒有暗示我 不是就民視了嗎 我是說這是一個 你從兩個 你直接把我二哥微博充了 不是 我跟電粉非常友好 就是說我覺得這只是說 有些時候隊伍之間 就是以前兩位都是隊員 對 你們會有那種 就是比如說打這個隊伍 就是 不管我現在的戰績 因為現在是精靈嘛 但是你就覺得 打這個隊伍有些時候 特別難或特別 會 其實是會有的 對 會有的 會覺得打某個隊伍特別簡單 就像打B打 LNG 包括他們前身 Snake 就碰到他們勝率極低 不管是我在的時候還是現在 都有這樣的一個傳承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一個結算面板 在決勝局 打B最後是拿下了 然後也是成功的 把自己的水龍魂給湊齊 而這把Squad是 貢獻了全場最高的一個輸出 但 就是你看到這個比賽的 你只看決勝面板 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誤區 就是說 為什麼藍色方看起來 就再怎麼樣應該也是一個軍事 我中端打了這麼多場 但是 對面很容易 對面非常非常的容易 對吧 所以你會出現一個就是 左邊的傷害明顯 你去算那個傷害架頭 你不覺得右邊明顯是一個 傷害更高的一個 陣容 的一邊 但是你其實 遊戲的中過期 其實導向了W1 主要是 左邊這邊的輸出 其實 並沒有有效的 就不夠致命 給W1這邊造成人員的傷亡 是 就每波只是把他打到半血或者殘血 你並打不死人 沒有人可以做一個收割 這一波是 W1非常關鍵的一波 不僅 殺掉3 2人 雖然那條小龍差點搶到 但是這波真的非常的轉 導致他們在前中期 取得了很大的優勢 然後俠谷前鋒是一波 中野 Scout跟傑傑的一個配合 對吧 很漂亮 包含打斷了英雄逃脫 然後再把 馬老師 困在俠谷前鋒池裡面 三個人圍剿 順利成功 但就是 你不可能每一波團戰 都打出這個 你三個人圍剿一個LOAD局 是的 而且這波也很關鍵 MISSING的一波 海克斯閃現 是直接把EDG的整個節奏給打亂了 其實這一波團戰之前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是什麼 討論的是 WE這邊的閃現有點缺失 對 會更難打一點 對 可能是EDG這邊有優勢 反倒是讓WE這邊找到的機會 打到現在的話 可以看到 就 舊夢的寒冰 確實有點東西 對 就幾波魔法水晶劍都非常的精準 然後這波團戰就是 MISSING和嘉里奧的進場秀 是 兩個人輪流進場 搞的EDG這邊 非常頭疼 EDG很煩就是 你一個肉進來 我好不容易打到半血 這個肉 你退場了我傷到你 你退場了 然後你又有另外一個肉 就衝進來 就車輪戰 瘋狂換人進來 最後一波 這一波是 致命團戰啊 直接把雙C秒殺 這也沒辦法 這對於 又是一箭 射到了奧迪 好像位置上面也差不多 兩發魔法組 一箭衝著奧迪去 都是在 EDG的藍區 的藍區 這最後一波 太肉了 帶著大龍BUFF的小兵 處理不了了 最後一波 就已經沒有傷害去壓 傷害連清線都已經很來不及了 更和論就是說你去擊殺掉 比較有水龍BUFF爭議的一個W1的肉的一個英雄 對的 好來看一下第一場BO3打完的一個結算面板 Meko跟Hop 是拿下了一三名 而Jomo 則是在榜上的一個第二名 當然最後的 比賽的一個勝利 是屬於W1 那也非常感謝所有在我們打賞軍選手勢力榜上面 為選手加油助威的各位觀眾老爺們 感謝大家的一個支持 是的大家沒有 如果沒有 發現這個功能的話 也是可以去尋找一下為自己喜歡的選手去打賞 對這個也是給他們一些前進的動力 是而且這就是很有排面的對吧 就是選手就也是一種 我覺得場下的一種場外的一種品牌 對 那聽到了熟悉的音樂賞起 我們來看一下這把 哎 哎 這兩把都猜錯了 是 就我覺得前面對線期感覺到Meko沒有那麼大 像Meko那麼大的線上進攻 但是打團的時候Meko對這個英雄 感覺出來也是有一段時間練的是吧 是的幾波團開的很關鍵 確實這次給MVP感覺是給那種開端很關鍵的這種選手 不再給那種可能 就KDA比較好的選手 哎我覺得這樣給比較好 不然的話 你輔助很難拿MVP 你想想如果是前幾個賽季 這波肯定是馬老師有沒有 對啊 馬老師這把數據結束好像是7-1-10還是7-1-8 LPL如果提早的進步到今天 我KDA老師現在還會只有兩場MVP嗎 KDA老師現在都不在解說系 還在打呢 KDA老師過幾天又說 大家報備一下對吧 又要報備了 那今天兩個輔助其實 Meko玩了兩盤射體 然後MISSING玩了一把 其實都各自拿到了一把的一個MVP 所以這個英雄我覺得在 當前10.1的版本 不管在紅藍方 他的搖擺價值 腿哥提過 以及他在團戰裡面 強大的先手價值 當然這個英雄也有 他也有他一定的操作難度對吧 對 這英雄在集中盃上 基本是一個前三半都會半掉的英雄 確實這英雄太能搖擺了 並且他下路輔助 強度感覺有點高 是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夏季賽 我們會重新看到 十七隊伍的輔助 怎麼樣去操刀跟全是這個英雄 那我們現場的一個賽季採訪 已經準備好了 馬上將畫面交給我們的主持人 歡迎來到我們的賽季採訪 我們邀請到的是舊孟來 其實我們的採訪 先打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WAD舊孟 好 歡迎舊孟 今天是揭幕戰上場嗎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緊張 就緊張肯定會的 因為就從線上轉變成線下 然後還是揭幕戰這種 所以說還會有些壓力 那你會不會覺得是因為緊張的關係 可能第一局在對線的時候 會有一些失誤 比如說下路那一波2v2的就是打團 可能會有一些小小的溝通的不太恰當 都有吧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第一把手有點抖 然後再加上第一把有點緊張都會吧 所以就是手抖了一點點 所以打團對線的時候 可能沒有表現那麼好 那你們在第二局的時候 為什麼還是那麼自信的 幾乎是維持了原BP沒有變過呢 是覺得自己的這個陣容其實還是可以的嗎 是的 因為第一把是因為我們下路 打了一波2v2 然後使得他們的節奏進行得這麼快吧 所以說我們覺得還可以繼續 所以說其實不是陣容的問題 而是可能在對線處理上有些小小的失誤 第二局就是可以找回一些自己的場子來 那第二局在對方拿到三條小龍的情況下 你們是怎麼樣去完成一波 一波又一波非常完美的團戰 就我們覺得可以打吧 所以就開了 所以說是你們的一個決定 或者說你們當時的一種決策 可是對面的團戰開團 基本上都是圍繞你來的 你是怎麼樣去維持自己在團戰當中不死 然後一直在輸出的呢 就是知道誰對我有威脅吧 然後就注意這些就好 注意到藍博的大招可能會比較好一些 尤其是可能會有精神 那今天第三局 為什麼會自己拿出韓冰這個英雄呢 因為對面搬太多嗎 因為我們這陣容可能就需要一個手長的 然後我們下路能玩的 然後韓冰這個英雄也還可以 也還可以 那你覺得今天自己韓冰打得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你大招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準 你的韓冰大招是說一有機會就放呢 還是說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才會放 覺得能有機會開團或者選手就放了 那為什麼會這麼準確呢 就運氣吧 都是運氣遊戲是嗎 那今天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輔助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色體上場嘛 可能他們拿了兩把你們拿了一把 你覺得色體這個輔助 對於什麼樣的AD是比較好配合的 你覺得是像復仇之邦就可以拉回來的 還是說像韓冰這種會給出先手控制的呢 色體真英雄可能都還好吧 就都能搭配吧 覺得 都能搭配是一個萬金油的輔助 所以說現在可能版本說是一個版本的寵兒 那今天也說到了 其實我們的10.1版本ADC 是有一些稍稍的加強的 就是我們的ADC的成長生命值 我想問問問 您作為一個職業選手ADC選手 你覺得這一些小小的加強 你在比賽當中能感受得到嗎 感覺差不多吧 沒什麼區別 沒什麼區別 那最後因為我們的夏季賽 就是已經開始了 而且你拿到了首勝 拿到這一分 你們對於夏季賽會有什麼樣的目標嗎 就先進季後賽吧 對 非常的穩健 先進季後賽 也期待之後可以更加好的調整狀態 然後慢慢地適應我們這個比賽的節奏 再次感謝我們的JoMo的賽奧採訪 到今天告一段了